如果你仔细想想,你的人生其实真的很像某种电动游戏,大概你可以说它最像是某种角色扮演游戏,你只需要在荧幕上添加正确的图示,比如自己的健康和能量条,还有你手上有的道具,以及手机、钱包和钥匙等,当然每个人也都有个技能条。 好,但我们从头开始说起吧,即使当你还是婴儿时,游戏难度就已经设定为困难等级了,而你的所有技能都还是零级,且健康条很短,所以你大多数时候不是在吃就是在睡,以确保自己能好好成长。 当你达到一级,就解锁了行走的能力,不过你还是无法接触到游戏中的整个世界,因为那里有许多你还无法面对的危险。 原来这个游戏有一个很长的示范模式,叫做童年,在这段期间大多数游戏功能都被锁住了,几乎你所有的行动都是由父母为你安排。 他们就像提供任务的人,协助你获得过关所需的经验,而若忽视他们的指示就会难以升级,但如果你够礼貌,他们会给你你的第一个金币。 只要你还是孩子,你就会不断升级,但这当然也会花掉不少时间,随着你开始上学,你的健康和技能条也越来越长。 虽然你去的不是什么令人兴奋的魔法学校,但那里的学生们也还是都在执行任务并学习新技能。 恭喜你,你已升级到18级了。 现在我们才真的要开始进入这个角色扮演游戏。 你得面对这个经典的电动游戏选择,也就是选取自己的角色职业和你最喜欢的技能路径,好来帮助你闯关获胜。 虽然很多游戏都有不同的角色职业,但我们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同一类人,即环游世界,进行不同的任务,以获得金币和经验值的冒险家。 而且你还有很多任务得要进行的。 是的,差不多离开你所成长的安全区了。 这个陌生的世界有点像个充满敌人的黑暗森林。 问题是,坏人有时候还很难被打败。 这些怪物也有名字,比如责任、工作和金钱。 即使你认为自己已经懂得该如何面对它们了,它们还是会不断地出现在生活中。 但如果你都有乖乖上学,总有一天你能克服所有的难关。 想象一下你在一家餐厅里,而你的约会对象问你是否喜欢动物,你自信地回答我喜欢猫。 对方叹了口气说道,但我比较喜欢狗,快点前往选单,重新载入检查点,然后更改你的答案。 呃,抱歉,你可无法这么做。 请记得,这是一款难度较高的电动游戏,而且你使用的还是困难模式呢。 也就是说,你只有一次生命,你无法先存档,然后再出问题时重新再来。 每一个决定和动作都会对你和你周围的人造成影响,但这其实也让游戏更有趣了。 与其他玩家的互动式游戏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,但切记,互动时你得小心点。 这个游戏的系统管理员可比其他游戏的还要严得多,打破规则,让人不怪都可能会导致游戏变成完全不同的模式。 在这另一个版本的游戏中,除了瞪着四面墙壁和窗户上的栅栏外,实在没其他事可做。 就好的方面而言,这款游戏的角色制定很棒。 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发型和发色,可以刺青和穿动,几乎想怎么制定都可以。 哇,还有衣服。 在这款游戏里,设计师简直灵感无限。 你每升一级,你就会解锁新的技能和新的任务,你会遇到更严峻的挑战,但也会得到更好的回报。 比如更多金币或更大的房子,但在这款游戏中有一条任务线非常独特。 当你有足够的经验值时,你就可以组建一个家庭,甚至创造新的角色。 你可以转移一些你的技能给他们,并成为他们在游戏中的伙伴,直到他们准备好进入黑暗森林,与自己的魔王对打为止。 不过,你永远无法控制这个角色,因为在这款游戏中,情节并不总是围绕着你展开,人工智能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。 这款游戏还有许多特别的地方,来看一下它的绘图吧,超惊人的吧,就像超高清一样。 而且解析度绝对够强,但与其他游戏相比,这款游戏的玩法就真的蛮复杂的。 你得实时检查自己的健康条,与其他角色建立关系,赚取金币,并确保自己按时休息。 但这款游戏最有趣的部分是故事,你可以全权决定会发生什么。 当然,如果你只是躺在沙发上看别人玩,也会觉得很无聊。 但是,只要你够努力,你的角色就会变得很重要。 所以,如果你希望它是一次有趣的经历,就得努力加油。 但是,也有许多其他冒险游戏中很酷的东西,这款游戏可能就没有了。 比如,快速旅行,想象一下,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快速旅行的话,一切会是什么模样呢? 当你疲倦地醒来,得去工作时,只要走到传送门,选择正确的位置,碰,你就到了。 真的是时候谁来发明一下这项功能了。 如果,有些作弊编码也会很不错。 当然,没有人喜欢伺服器上的片子。 但是,想象一下,这会有多棒。 钱不够吗? 只要输入作弊编码,就能看到银行账户里的钱翻倍。 不舒服吗? 别浪费健康药水。 只要用一下作弊编码,你的健康条就会再次全满了。 但我也得承认,以这种作弊方式,在现实生活中闯荡的话,也是会蛮无聊的。 把人生想象成一场电动游戏,可以让我们更理解人生。 许多我们所做的事,就像是在设定小任务,然后寻找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。 有了奖励和经验,就可以继续进行更有挑战性的任务。 不过,你的技能、金币和健康条是有限的,所以你得小心管理自己的资源,才能顺利升级到下一关。 有些人觉得电脑游戏可能对我们有害。 他们说,因为玩家们会在虚拟世界里花太多时间,而忘记现实人生。 但其实,偶尔玩一下游戏会有不少益处的。 游戏中的许多内容都是按照与现实生活相同的方式设计的。 游戏总是会奖励我们的心情,把一款游戏从头到尾好好玩一次,并在过程中不断地取得进展。 其实,可以帮助我们明白,要想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,努力就会有所回报。 游戏所带给我们的另一个使用技巧就是沟通能力。 比如,数亿人玩的同一款游戏就会让他们成为一个团体,有群聚效应。 他们得建立出凝聚力并透过良好的团队合作,才能通过地牢或赢得比赛。 竞争游戏可以帮助人们学会沟通和妥协。 虽然其本质是娱乐为主,但这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必须学会的。 只是,我们面对的不是有着恐怖怪兽的地牢,而是得在办公室面对愤怒的老板,努力逃口饭吃。 还有,科学已经证明,玩电动游戏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策略思考和决策能力。 在某次实验中,一组50名从未玩过游戏的年轻成人被要求得玩50小时的动作游戏,而另一组则玩缓慢的策略游戏。 结果显示,动作游戏有助提高年轻人对视觉资讯的感知能力,而他们的角色能力也有所提升。 这是因为动作游戏的快速节奏的关系。 在这类游戏中,大量的活动与事件接连的发生,迫使玩家得持续地采取行动并做出决定,其效果可能会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所影响。